嗨 大家好 我是楊琦森 歡迎來到POLO國美智中學 我其實很常被問到的問題是說 我怎麼數字怎麼變成百分比 還有的是日期 日期怎麼會差8個小時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是一個手動觸發流程 上面會記錄數字 然後呢我會傳送這個Teams給我自己 然後會有百分比跟日期 不過目前就是數字 那要怎麼變百分比 還有日期的部分怎麼調整 我們先測試一下給大家看 我們就測試一下 然後數字假設我是0.88好了 我想要變成88% 但是預設呢 你看這送出來的 這Teams 看一下時間 現在是下午5點32 台灣時間 那百分比是0.8 因為我們要轉換 那你有發現這個時間 是0932 跟下午5點 其實差8個小時 為什麼會這樣 那因為這是UTC0的時間 台灣是UTC加8 那我們要怎麼做 轉換呢 我們來教大家怎麼做簡單的轉換 首先這個流程 這邊我就不贅述 你就新增一個數字 就當測試好了 好那在這邊 這兩個中間我們新增一個動作 好請執行階段幫我選到那一件 好我們要下面其實有一個叫 Number function 點下去它有格式化的數字 好 那你要格式化的數字呢 點下去選閃電 好那你就選 手動出發流程的一個數字 那它會輸出數值 格式自傳 好你看它這個有付多少 然後錢 這個所以我們要用 輸入自訂字喔 我們在這邊輸入 0.00百分比 好這樣就好囉 那這進階的參數 可以選地區設定 那我們可以選到 台灣的時間 不是台灣時間 它會有一個中文 有一個ZHTW 不過這不太影響 好 那我們就 儲存 草稿 存好了之後 等一下再發行 那這格式化 我們先改這百分之比的數值 所以我們就是 格式化的數值 這個選下去 那我們就直接發行吧 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測試啦 我們直接按右上角的測試 好 那我們就選 測試 那就打 剛剛 0.85好了 直行 好 你有發現這一次這個就是變成 85.00百分比 好 所以它可以到小數位數 OK 好那再來時間 時間還沒轉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 這邊 automate裡面 選右上角編輯 好我們在格式化數字下面再加一個動作 新增動作 新增動作 好 幫我選到 也是執行階段這裡 幫我選那一件 然後 這裡有一個Date 右邊有一個Date Time 選進去 那我們要轉換時區喔 好 好 那這個Best Time是什麼 就是你要轉的時間喔 然後選閃電喔 閃電裡面呢 查看更多內容 這裡有一個Time Stamp 就是Trigger的時間喔 好 那Source Time是什麼 因為 預設autom的每裡面啊 都是這個UTC UTC這個時間 好 所以我們要改成 加8 台灣的時間 所以你要改其他時間 你就自己改時區就好 所以一個台北這裡有沒有 好 下面這個是時間的格式 它有很多種 例如說 4 day time long day 這個 你可以選你喜歡的 那你如果不喜歡 就輸入自訂字 去自訂就好 好 我們來一個 這個 就用Date Time這個好了 這個 好 你就 好了 你可以先儲存草稿 然後 再來發行 發行好了 就可以測試囉 好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吧 手動 測試 好 那我們就打 0 0.87好了 好 OK 那你這次就會看到這裡 走87% 然後 然後 喔 這個日期時間 忘記選改的時間 Sorry 我們再去看一下 編輯 因為這個 這個時間還沒改 這Tins 好 我們要去 閃電裡面 改一下轉換時區 這 converted time 好 再發行 再測試一次 好 我們直接測試 我選上一次的好了 欸 好 欸 它沒有傳Tins給我嗎 看一下 欸 沒有欸 奇怪 再 再 測一次 測試 手動 新版本 怪怪 45 執行 好啦 你看這次的時間就對了 45% 5月10號 2.20 下午 5點 pm 好啦 好有問題就歡迎到粉絲團問我吧 好 我打個廣告喔 那 我有相關的Power Play Phone課程 那最近有上限一個 新的 入門課程 然後還有 POW AUTOMAY 還有POW APP 入門到進階的課程 那這個POW APP 入門的課程呢 就 很適合 新手 對 其實都蠻適合新手的 那這個比較入門 你如果 只想馬上做出來的話 可以先考慮這個 那你之後如果想 再進階的話 這費用可以讓你折底喔 好 那就這裡 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